來玩這款遊戲 世界Online 進來吧 來 有造型 東西方的喔 東方的是修真喔 西方法師 來一個修真的好了 又有兩種 用這個吧 看起來 可可愛的 像素表現阿 全程自動心路阿 哈士奇 這遊戲曾經有推出過嗎 我本身倒是沒玩過啦 那如果他有推出過的話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分享出來 之前叫什麼名字 之前叫什麼名字 請誰任務接取 繼續自動巡路 只要一直點左下方的主線就好了 然後再搭配自動巡路 這邊有堵豬之鈕 來看一下福利 福利藥草 早期桌機 有這款遊戲嗎 怎麼世界Online 我好像有點印象 7天聖典 7天聖典 第7天 送雪地麒麟 嗯 勇哲塔是什麼阿 這是打塔的 然後右下角點下去了以後就變全景了 人物 一定的裝備 還有範圍學習技能阿 鑑定阿 保持鑲嵌 還有強化裝備 那介面看起來就是 比較老舊一點阿 簡簡單單的 就是 最後上方可以開啟加速 三倍 那基本上也是能跳過的阿 你就按一次攻擊 按一次跳過就好了 我終於一位同伴了 怎麼戰鬥沒有打擊音效阿 沒有打擊音效 就顯得不太行阿 三到四人阿 三到四人阿 裝備 嗯 裝備喔 人物 這邊還可以加點耶 推薦加點 還有劉派 還有劉派 我是不是 沒辦法去看其他角色阿 好 有拿到一個 這個任務獎勵是 藍色的 爪杖 好都穿上去啦 神劍廣場 神劍廣場 從剛剛到現在就是一直點取任務 任務框而已阿 好 戰鬥可以直接跳過 他跳過是每一次攻擊 然後進行跳過一次這樣 他怎麼 額多了一個先夥伴 另外那個拿劍的不見阿 背包見面 來喔 寵物嘛 寵物也出戰了 有點不太習慣他的見面 好 好吧 繼續清理 把BOSS也打掉 等到10等會解鎖郵件 搞不好有什麼開服獎勵之類的 蛤 開了 唉唷還是有給東西的阿 給了些什麼東西阿 感覺送蠻多的阿 具體送的好不好不知道 東西倒是很多阿 所以他角色是無法抽的嗎 所以他角色是無法抽的嗎 看起來好像都是任務獲取的耶 這遊戲叫做做卡 手除 手除送 法杖 小藍牙 所以他也沒有送角色 好這邊是 新手 任務獎勵 那基本上角色應該是 透過劇情什麼的 模式去獲取的喔 我們只需要幫他置裝就好了 變強 剪下去了以後 一件裝備 這是最快的阿 這禮包 在線禮包 好啦 接下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啦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掰掰 看到了 5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